減重手術 传统来说几十年前是用复复的方法 需要用一条15至20厘米长的伤口打开套来做 最近这十年二十年由于腹腔镜的盛行 所有减重手術都可以透过微创的方法 用四至五个大概一厘米的孔 将一些手術的仪器在孔中放进去 进行接驳和切割的步骤 所以病人的复原会快很多 痛楚会少很多 宿胃手術的名副其实我们是将胃缩细 主要我们用手術的仪器将胃的大弯切除了 切除了胃大弯 增住它里面就会容量减少 通常胃本来有1至2公升的容量 做完手術之后可能只剩100至200毫升 所以吃饭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满很容易就会饱 还有胃大弯是会令到分泌一些饥饿寒耳蒙 我们切除了之后它的肚饿感觉也会减少 从而它就可以吃得少又不会太肚饿 围绕道的手術其实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将胃的上半端用手術的仪器分开 造成一个胃的小狼 这个小狼的容量大概有20至30毫升 所以吃了东西之后很快就会满很快就会饱 而第二部分我们会将小肠直接搏到小狼 所以一方面食物不再经过胃、十二指肠和回肠的地方 所以它的吸收能力减少 而第二呢食物很快可以落到小肠 从而快点刺激到小肠的汗乙蒙分泌 那你的胃堵素分泌和肚饱的感觉就会增加 其实病人做完手术 最重要的是可以改变它的饮食习惯 吃得少、吃得慢、吃得健康 再加上改变它的生活模式、多做运动 这样就可以得到最好的效果 首先减重手术是一个永久性的手术 不能够逆转 所以病人一定要很细心地考虑 他自己的风险的承受能力 以及以后饮食改变的计划 如果他能够接受到才好考虑做手术 这种手术的挑战 主要手术是有风险的 述前的评估和准备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目的是令病人 可以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 接受这个手术 当然手术之后 病人也要付出很大的决心 因为以后他的饮食改变会很大 我们会有我们的营养师 内分泌医生帮助他改变 从而接受一个新的饮食习惯 同时 物理治疗师的团队 也可以帮助病人 去计划他的体重管理方案 从而得到最好的效果